苏格兰威士忌已飘香五百年 但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历史 如果说只有半个世纪 你会惊讶吗 正如说起葡萄酒 很多的事我们还真没想到 六十多年前 波尔多的白葡萄酒比红葡萄酒还多 一百多年前 意大利的国王之酒巴罗罗居然是甜的 而几百年前的葡萄酒 如果不加香料是喝不下去的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 在半个世纪之前 可能能见到的品牌 可能就是Glan Fittig Glan Livet Glan Grant 和Tom Martin这几个了 而爱好众口味的你 最多也能找到Levoix 这种单一泥梅威士忌 差不多就这几个牌子 那么那一百多家威士忌厂都去哪了 其实他们都把自己的威士忌用来混调 做调和威士忌 也就是说 苏格兰飘香500年的威士忌历史 大部分都给了调和威士忌 而带领单一麦芽威士忌潮流走向世界的 绝对是Glan Fittig 格兰菲迪 但引领单一麦芽威士忌 从苏格兰开始的 却是一个IB品牌 这也是我常说尊重OB 但不能忽视IB的原因 早在1963年 格兰菲迪出口单一麦芽率先走向全世界的前半个世纪 知名的IB独立装瓶商 G&M也就是Gordon & McPhail 已经开始为不同的品牌装瓶单一麦芽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欣赏到 事实上极其流行的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 全靠IB的功劳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聊单桶威士忌的历史 See ya!